来 好了 毒蟹发来电文 八路还在马田那里 我们该出发了 太军啊 这打白天行军 这不大方便吧 那我们比大川少佐距离八路 要远了很多 必须提前行动 要准时到达指定位置 太军 时间差不多了 检查武器弹药 天黑行动 是 检查武器弹药 天黑我们行动啊 快点快点 都检查一下自己的武器弹药 来来来 快点 走了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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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械发出信号 八路军总部机关 依然坚守在马田一带 人生最难的是等待 而最美的 是等待有价值的东西 我坚信 将军阁下等来的 将是至高的荣誉 玉梅同志 你受委屈了 谁跟你是同志 这个狗特务 不要这样啊 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 你忘了 你还给我写过情书呢 我真是瞎了眼了 你根本就不配做中国人 有很多事情 你都不明白 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我只想告诉你 我们走的 不是同一条道 你我也算相识一场 我觉得你是个知识女性 跟那些工农干部不一样 只要你跟我走 我保证你有个好前程 你想让我当汉奸 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 我 想让你当我的小妾 无耻 行了 没时间跟你啰嗦 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世生之后 我们可以好好地享受一番 床帝之乐 不过现在 你还得受点委屈 你这个狗特务 你不能好死 赵山谷你个混蛋 有种杀了我 可怎么挤 你说不能有的 是 你肯定要恪惯 你肯定要恢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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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下来 手机 小鬼子就要进攻了 准备应该 机枪中准备 子弹上堂 武将们 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地阻击鬼子 够住鬼子的时间越长 处理部队从鬼子的身后 消灭他们的机会就越大 小鬼子上来了 都稳住 稳住 小鬼子 伊豆干 走 帝国的军队 赶紧全面进攻了 这是等待我们凯旋的旅炮 加速前进 快快快快 快点 再来 燕 李营长 如果因为你的口误 中国人发现了我们的身份 我会掀开枪打死你 是是是 对不起 我该死 我记住了 你有什么话说 太军 我错了 李营长 您听 这炮声隆隆的 也许咱们皇军的大炮 已经把八路消灭了 那咱就又不着跑这大老远的 再去打八路了吧 你就是一个蠢蛋 天底下最蠢的蛋 我是蠢蛋 你还是臭蛋 到时候 第一个暴露的 就是你这个挨枪子的丫头 来 什么地方打枪 好像是金的方向 小谷手机队不必理会 任何人想坚持 都要仔细翻来 是 咱们的人到极定计划案 一步一步来 参谋长 首长们都已经转移到安全地方了 好 你真的认为他会来吗 我了解这个车上午 既然他能叛变投靠到鬼子那儿 就一定会想在鬼子前面 夺取这份功劳 他想做人上人 不会甘心只为鬼子提供情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必须及时改变策略 不能让他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干脆 先把他拿下 是 站住 口令 我是赵尚武 我没问你名字 口令 快回答 再不站住就开枪了 在那儿站住 站住 干 ? 怎么了 为什么没有警卫 报告农之辉 日军第三十团等我堵截在东营一带 下定了 阿鸿嘛 我还以为柜子的骚打也好厉害 不光公司嘛 非夜次郎希望我们的剪刀统子 毁尽心机 想出这个杀子谁计划 前方北京要我们几个人离老库 看来啊 阿里算盘是大货咯 同志们 下一步你坐在服务房里 我都跟大家讲了 大家想一看 还有那些女朋友请接受 你们多听一讲啊 你们看 这边 我们的行事 二十 一个地方 到这一线 都有规制的方式 嗯 特别是这个地方 千万要求 整个宅局的关键 就在这里 没错 没错 对 对 所以啊 我没有事 他们怎么搞的 我都才放在你 这个地方很快点啊 对 对 对 我要去到全地 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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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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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中心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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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巴鲁拼了 看来我这个口气 还是没有白练嘛 放下武器 攻降吧 自杀所需要的武器 不是你这种人能拥有的 快 快让我们见死了 快让我们见死了 开城门 快 打开城门 快开城门 让我们见死了 你们是拿破案的 我们是十三连队的 离队发的军组间 连队长让我们带着商人 撤回城内 十三连队 为什么和特战队混在一起 马上 快打开城门 让我们结局 我们是先前队的 何业少座有令 对一届靠近城市的人要严格判查 那就快点下来撤 你还杀战人干什么 叫上 下来撤了呀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快点啊 干什么 怎么 还等八路军追上来呀 你们再耐心一点 先不要吵 不要吵 不要喊了 阴阵去报告了 快去看什么 什么人 什么人 吴依 吴依 吴依小老 八路攻击强了 命令警备队 护刺增远 给我打 我先去 我先去 拿 快 快 快 可能 凌狗 凌狗 制燈 inclusive 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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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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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应该和帝国士兵一起战死在射仙城内 是 和爷愿剖腹谢罪 剖腹谢罪 你以为你和爷正方的性命能换回射仙县城吗 堂堂一个帝国少佐 居然让八路军的旗帜 查在我们的战领区内 简直是气齿大辱 何爷羞愧难道 请您允许我率领军队 重新夺回射仙县城 然后以死谢罪 那还有什么部队 我们的主力部队全部集结在太行山上 仅凭长治守卫军 没有机械化连队的配合 没有中型武器如何攻打县城 那样的话 只会让帝国的士兵白白去送死 亏你还能说出这种话 难道你就没有挺取我的权杠吗 为什么会让八路军轻易攻击射队 八路狡猾 他们化装成帝国士兵 吸引我守臣士兵的注意力 趁机爬上城墙 该死的八路军 居然这么快就学会了这一手 将军阁侠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记住 不是每一件事情你面对了 就都能改变 但是 如果你不去面对 那就什么都改变不了 但愿奴蝎 不会像你一样 被拔掉了毒刺 走 开动 快点 快点 赵上武 也许我应该叫你王立仁 没想到你一个中国人 却甘愿当鬼子的特务 去杀害自己的同胞 彭雪卿 你少跟我来这套 彭雪卿 从你嘴里听到这三个字 总感觉哪有点别扭啊 毕竟我们相处过一阵子 人嘛 都是有感情的 别毛哭耗子假慈悲了 你们快完蛋了 日军近八万兵力 已经将你们团团包围 消灭你们 那只是时间问题 这恐怕是你的一厢情愿吧 平遥反没脚 我们打的日军是丢魁谢家 这次太行之战 我们同样能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 左东盛 你就吹牛吧 好啊 那咱们就说点实在的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 你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铁证如山 八路军的政策是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只要你老实交代 我们会考虑给你出路的 出路 我这样的人还能有出路 落在你们手里 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老实点 别忘了你还是个中国人 事到如今 难道你还想继续以人民为敌 心甘情愿地为鬼子卖命吗 我告诉你 顽抗到底 死落一条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啊 想问什么 说吧 你的姓名 王丽仁 代号 毒息 报告 两位首长 老总请你们过去 请问 说说吧 你潜伏在我们八路军根据地 终极任务是什么 剩下的问题 我只想跟张体成说 我那是 你没有听到这枪炮声吗 怎么了 威武的帝国士兵 正向八路军队总部逼近 战刀整整打了一周夜 但是枪声比例和密集程度 早已经发生了变化 据我判断 是八路的增援部队 合围了皇军 而且应该是贵军 被堵截在了山奥之中 胡说 帝国军队的人数和实力 远远优于八路 怎么可能会被堵截呢 大川阁下是名职业军人 难道真的分辨不出 这山谷中敌我枪声的位置吗 皇军的枪声 是从山奥内传出来的 带有明显的灰音 你再听听八路军 这清脆的枪声 显然是在居高灵下 打贵军的伏击 大川阁下 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 我们是继续前进 还是原地休息 前期 敌人这次扫荡 比以往更加疯狂 日军华北司令北野次郎 下达作战命令 总共将近八万人的兵力 分别从长治 陆城 离城 辽县 武厢 对我们总部进行长途奔袭 试图把我们一举消灭 不仅如此 他们还派出了两支 经过专门训练的日军挺进杀人队 在潜伏特务 和反动会道门的协助下 想分别对我总部和师部 发动突然袭击 妄图通过实施所谓的暗杀行动 一举摧毁我军的首脑机关 这就是敌人预谋已久 由北野次郎亲自部署 并得到日本陆军总部批准的 C号作战计划 昨晚战役的第一步 我们在战略部署上取得了优势 成功挫败日军各方位来犯部队 毕伤日军总计一千余人 并趁日军后方空虚 占据了射线县城 但是由于敌人占据兵力 和机械化上的优势 包围权依然在所行 所以总部首长决定 要我们必须在敌人奔路合击的同时 找机会穿凤旗 照到敌人的外围 向东北方向的太行六分区突围 这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地形对我们相对有利 这一带山巒叠障 沟壑纵横 不利于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展开 而是在青塔和南爱府一带 有我们385旅一个主力部队在那儿 便于建议 可是总部机关单位多 不能打仗的非武装人员多 后军部门的物资多 而担任掩护的部队却很少 尽管已经撤出一部分 但还是有相当一批人员和物资 来不及转移 我们会的敌人进行分兵阻击 平息方向的敌人 由1291部进行阻击 射离方向的敌人 由总部直属警卫部队进行阻击 余聊方向的敌人 由1291部和总部警卫部队共同对护 我担心的是刑军速度 我们必须在敌人合围之前 顺利通过十字领带 不然将会十分被动 还有那是阴魂不散的挺进杀人队 没有他们的任何动向 是啊 我们和尖刀 已经长时间失去联络了 由10月2日 徐先生 什么事 使用 多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想到你会是八路军 我不是八路军 但我是中国人 一个永远不会背叛自己国家的人 你以为 你们真的能赢得了这场战争吗 我们的确付出了巨大牺牲 但起码是在为这个国家和民族而战 而你呢 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甘心做日军的走狗 帮着他们来毁灭自己的国家 你就是国家的罪人 不 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 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 就像当年我们的部队那么能当 可又怎么样呢 南京保卫战最后还是失败了 还有松户战役 武汉战役 长沙战役 中条山战役 一个有四万万人民的大国 居然会败在一个弹丸小国的手中 不战而退 一溃千里 大敌当前 那些当权者们一心想的 却是怎样发国难财 怎样去保存自己的实力 就像当年咱们在前线打得那么漂亮 上面却要让咱们撤下来 不就是因为上面把我们当成 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呢 我不想再为这样一个腐败的政府 干下去了 你这是无耻的狡辩 外敌入侵 本该同仇敌开 而你呢 却调转枪口 残害你的国人背叛自己的国家 他娘那根本不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道不同 互相为谋 我不想再跟你争论下去了 我只想告诉你 我对我所做的并不后悔 也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 我问你 当年那些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 他们是怎么死的 你知道那天晚上鬼子会来轰炸我们 为了掩人耳目 所以把我和宇昊明几个人叫出去喝酒 造成操搅的假象 是你把我们的位置出卖给了日本人 对不对 那是我救了你们 我们宁愿和那些弟兄一起战死也不愿做王国徒 说 还有其他同伙没有 有 而且 我手上还有一个人质 韩东的妹妹韩玉玲 我可以带你去救韩 前提是 只能你一个人居民 饿了吧你 我给你送 送饭来了 嗯 我告诉你啊 他们全都让八路给抓抓了 完蛋了 想回 回来 没戏 看看我 我给你带 带来的啥 来 吃 吃 吃个鸡腿 现在反正计划 计划都失败了 不 不如你跟我回家过日子吧 你先帮我解开 这不 不行 我手绑着怎么吃啊 我 我在这儿 我喂你啊 我一个女人你怕什么 我 我哪一个派 暗中跟着他 一定把韩玉玲同志解救出来 不 那样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计划 他一个人过去 韩玉玲同志会有危险的 现在整个根据地都处在危险当中 日军派出的挺进队要暗杀总部首长 可老总他们至始至终都战斗在第一线 难道他们就没有危险吗 这秦令 他们真的被抓起来了吗 那 那大人 这真的 我刚从那那边打听出来的小小小爷 那你想把我怎么样 我不是都说了吗 我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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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那你先给我解开 我知道 你耍我呢 是吧 我把你解 解开 你再把我打晕 好跑 是吧 是 难不成你就这点能耐 看来你这辈子也干不成啥大事 你胡 胡说 我告诉你 我堂家把想办 办的事没有办不成嘛 别嘴上说得好听啊 我就看你成不了事 好 解开就解开 我一个大 大老爷们儿我怕 怕啥呀我 解 解开了 怎么的 你干 干 干啥呀 还能干什么 你绑了我半天 我热啊 你热 带我走不能穿军装啊 你后悔了 行 那我得把你手 手绑上 等我一会 我 我就是说嘛 得 得打我 你站住 站 站住 来 走 来 走 快 我打了 蹲下 英雄救美 走 我承承 不要 韩玥梅 韩玥梅图治 韩玥梅 韩玥梅图治 真是感人哪 共产党人 永远都会用自己的身躯 去保护他人 你认为 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呢 开枪吧 你跑不掉的 不 我曾经救过你 现在依然破杀你 这样 你就欠下我两条命了 我要让你永远记住这一点 一个叛徒 曾经给过你两次生命 你会永远备受煎熬的 选择吧 是来抓我 还是看着他 因为失血过多 而死在你边前啊 叛徒 韩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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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是我无能 没能保护好韩玥梅同志 韩东同志 你 二位首长 时间紧迫 我建议 安援计划实施作战方案 节哀 对不起 如果有一天 我牺牲了 请你一定要记住 我是为伟大又光荣的抗日战争而死 我死而无憾 死得其所 救出韩玥梅统治后 想办法露出破障 放赵上无草 我们还要利用他 带着鬼子兜圈子 从而彻底粉碎日军的C计划 报 报告营长 前面发现个小村子 咱们是走大路 还是从村外绕过去走小路 进村 走大路 是 太局 不不 营长 走大路 快走 往这边走 快 我明白 我带路 太局 我带路 快 快 快 队长 对面什么人 别开枪 别开枪啊 自己人 咱们都是自己人 自己人啊 别开枪 别开枪啊 你们是哪部分的 我们是西医旅的 你们是哪部分的呀 我们是新变三团 自己人 我们过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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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 你好啊 同志 你们好 我是新一旅三团的牌长 赵玉刚 我们是新一旅三团三营的 这是我们营长 你好 你们从哪里来 我们负责给三团做掩护打足机 三团成功脱离了鬼子的包围圈 我们被打散了 你们呢 我们刚执行任务回来 清一色的新奖王 都是搅货小鬼子的吧 是 是 都是搅货的 是吗 搅货的 来来来 八路军同志 快请坐 快请坐 你就放心吧 这村里挨家挨户 都会招待你们八路军的 乡亲们见到你们呢 就像借条的亲人哪 你先坐一会儿 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 我们离马田还要走多远 马田 也就一百多里吧 你们村就这么多人吗 可不 都在这儿了 剩下的全跟着队伍打鬼子去了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傻人 真没想到你们也是心一旅的 太好了 我大兄弟他也是心一旅的 他叫安柱子 是个牌掌 在二团你们认识他吗 安排着 认识 前不久啊 我们还在一块儿打过仗呢 是吧 他咋样啊 现在 好啊 好得很 那就好 那快说说 你们在一起都打过什么仗 我们家里人都特别惦念他 这个 说起来话可就长了 那打过多少仗呢 是吧 那这样 同志 麻烦你呢 见到他帮我说个话 就说家里都好着呢 让他在部队安静地打鬼子就行 好 好 好 我们啊一定把话给你带到 好嘞 谢谢啊 别客气 行了 赵北长 时间不早了 我们还要赶路呢 好 那你们先走吧 好 宁长 我们走吧 准饭 猴羽 queremos 宁长 我们点在家里 来 Sam 我们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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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